年底通常是露营和烤肉的旺季 但是今年或许是因为更多国人出国旅游 再加上多余天气 到本地热门公园露营和烤肉的人少了 有豪华露营业者的预定量也下跌一半 让他们必须积极推出促销 希望吸引顾客回流 记者陈运儿报道 根据国家公园局提供的最新数据 截至这个月中 本地三个热门公园借到的年底露营申请 共4000多个 同比全部减少 而这些公园的烤肉台申请数量 也下滑了1到3成 受东北季候风影响 这个月以来 本地多个地区的总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 不少申请到准证的公众 依旧选择搭棚露营 但都做好防范准备 我们增加这个叫flysheet 就是它可以比较帮忙防雨跟防晒 下雨比较好玩 因为好像是experience 那个natural 就是我们需要prepare比较多 雨下来了会弄到地上斗石 我们会放这个才不会失蹈 我们会放这个才不会失蹈 所以如果雨下来 我们都会回到保险 豪华露营业者的生意也受到影响 需求量通比减少五成 是营业以来的最低水平 可能因为新加坡人他们对豪华露营已经玩累了 疫情的时候已经一直玩一直玩 我们在我们网站还有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都已经放那个大减价的那些post 折扣了20%我还在等顾客来订 尽管整体的露营人潮减少 不过一些时段依旧非常热门 记者早前通过ASS系统申请这个圣诞长周末的露营准证 发现东海岸西海岸以及白沙公园的所有营地都已经无法再接受新的申请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娥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娥报道